大家好 我是林远山 欢迎收看远观时事 今天要为您播报一则突发新闻 2月15号 武汉上万老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抗议 网友们称之为白发革命 他们聚集在中山公园抗议退休医保问题 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当地政府触动了大梯的警察 暴力驱赶抗中人群 现场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多名老人倒地不起 还有人喊到打倒反动政府 据抗争民众介绍 整个上午中山公园附近堵得水泄不通 当局关闭了附近的地铁车站 并屏蔽了现场手机的网络信号 同时还出动了数量大巴 抓捕抗议老人 武汉市民徐先生说 大概是11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在车站看见那个车子 把他们给带走了 大概是四五辆公交车 不知道拖到什么地方去了 由于现场的抗议民众越计越多 当地不断地出动了特警和武警 前往现场中原 一位拍摄视频的民众气愤地说 这都是共产党办的事 这都是共产党办的事 给他们宣传一下子 搞这么多警察 把中山公园围了 武汉疫情受害人张海 在推测上更新抗议活动 他发出的一段视频显示 大批警察手挽手组成人墙 与老人们发生激烈的对抗 双方爆发争吵和推散 有警察气势汹汹的手指老人 现场一片混乱 有人喊道 打倒反动政府 突然人群中爆出惊呼声 不许打人 不许打人 画面显示 有多名老人倒地不起 有人高喊 把你们的枪拿来 你们用枪把我们扫射死算了 视频中 多名老人手指着一名 年轻的警察之问 一名疑似变异的黑衣男子 挤上前 凑近该警察 对他低声的说了什么 然后二人就迅速的离开了现场 视频画面显示 三名老人倒地 其中一人疑似失去止血 躺在地上没有动态 另有两名妇女瘫坐在地上 三人被警察和抗议民众团团围住 近日 一段武汉婆婆投诉医保改革问题的录音 在武汉的老年人群体中广为流传 据悉 原本退休老人每个月有260元的画账 现在只有每个月83元 表面上现在是一年可以报销4000元 但实际可报销的金额只有1300元 且有用的药物被踢出了医保 没用的才可以报销 这不就相当于变相的自费医疗吗 最后老人愤怒地说 中共政府就是强盗 强走我们的钱 我260块09毛3 我以后只变成83块 是不是抢走了一大半年 不管是医保改革也好 还是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 都是面对我们企业退休的老百姓 而且都是低收入能群 那些公务员事业编制的人 他们的退休费是我们的双倍 他们的医保的钱也比我们倒得多 他们这次也没动 他们看完那病 还可以到单位再去报个80%到90% 我们知道哪去报呢 我们很心寒 我们不是白白的拿了这个医保钱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 这是我们在工作期间 我们劳动所得 是我们自己的钱 我们自己就不能当家做主 哪有这么道理呢 这不是强大的逻辑吗 这个契约精神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钱 哥哥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我们武汉市医保局要这样搞 是不是嫌我们老年人多了 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那就只能让我们看不起病 脱嘛 脱死一波三一波嘛 我们习主席说了的是吧 社会和谐公平公正 那公平公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 他们的五险一金既不掏钱 享受的待遇比我们掏钱的人还高 你要体现空平公正的话 要动大家一起动啊 怎么能还要分三六九等 我评论两句 从这个时间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 经过一波又一波的 像河南郑州富士康工人大罢工 白纸运动 烟花抗争等等这些运动 老百姓啊 现在对这个政权的恐惧程度 是大大的降低了 当然了 反过来想想 要让这些世界上最顶级的市民们 上街抗议 那肯定也是这个政府恶观满盈 到了极点了 第二 这个现象并非武汉一地专有 近日网传一份 2023年职工医保改革后 退休人员每月返还金额一栏表 显示全国各地医保金额 都有大幅的调整 大家看到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不光是武汉啊 中国有多地多个城市 都在强推医保改革 而这肯定会引起巨大的民愤 比如说 就在同一天 2月15号 辽宁大连也有大批的老人 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医保改革 我给大家念一段现场市民的话 我觉得他认识的很清楚 他说 政府强行推广医保改革 而且肯定还会继续推下去 像广州这些地方都已经做完了 他知道中国老百姓翻不起大浪 所以说他肯定会强推的 你想让他们不扣了 那是不可能的 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全民医保 大多数国家都是免费医疗的 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国家 令证外邦不予加奴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各地情况其实都差不多 都存在着客扣医保费用的问题 而这终于动到了这些老年粉红们 或者说老年韭菜们的命根子 这才是实质所在 如果这个政策推广到全国 大家想想 每个家庭不是都有退休职工吗 把他们的救命钱都给搞掉了 那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根基 第三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会非常的大 旅美时事评论员石山说 退休医疗保险这个事情 损害的是200多万武汉的退休人员 一旦这个东西受到冲击 反弹起来 这个力量也是难以估算的 还有啊 这批上街示威游行的 都是60岁上下的人群 占中国人口比例是20% 而且他们都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 而他们正好是受文革教育的一批人 你想 你动了他的医疗保险 这个底线就被踩到了 中共惹怒了这批人 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有分析人为 退休医疗保险只是一个表面问题 里面还有各种深层的原因 退休老人走上街头维权抗争 很可能会下一步 很快蔓延到中国的其他各大城市 我看到知名时事评论人李承鹏在推特上说 当初武昌起义 不过是因为刘彤随手扔了一个烟头 而获湖广总督处置失当 当初保路运动 不过因为民众发现铁路账户 亏空自身利益受损 然后包括老人在内的上街的上街 围城的围城 但是没有什么偶然事件 都是积怨 都是这个体制走到了尽头 恶贯满盈 终于全国总爆雷 而前些日子 民众还在高喊大清万岁 是啊 我完全同意李承鹏的观点 历史往往都是因为一桩小事而变相 虽然这件小事的发生之前 已经有暗流汹涌了 确实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邪恶的共产党 永远都在不停的研究历朝历代 被推翻的因素 不过呢 食欲式的转换往往就在那么几天 甚至是一天之内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 1989年12月 也就是我在大陆曾经参加过的 六四天文运动后的仅仅半年 罗马尼亚西部城市地米索拉 发生了骚乱 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 采取了强硬的措施镇压 并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举行支持自己的大型群众集会 不过呢 就是在这次群众集会上 风云突变 虚声不断 一切的转变都从有一个人 在台下高喊 打倒齐奥塞斯库的那一刻开始 眼看形势不妙 齐奥塞斯库夫妇 只得仓皇出逃最后被逮捕 就在1989年的12月25号 圣诞节的这一天 夫妻二人一起被行刑的士兵 用一百多发子弹 打得来全身上下 变成了筛子 两人就这样迎来了圣诞节的终生 行刑前 齐奥塞斯库的老婆 面对士兵们高喊道 你们怎么能向我们开枪 我是你们的母亲啊 只可惜 这个时候说这句话又有什么用呢 早干嘛去了 是啊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而武汉今天发生的事件 大概率估计是政府真的没钱了 可以预见 时代变了 一波又一波的类似的事件 还会风起云涌 我们离那一天不远了 人心散了